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八条 只让人顺服他 而不是顺服真理顺服神 三 福音扩展工作有各种项目 需要人钻研学习各项技术业务 但有些人不明白神的心意 容易走偏路 只钻研业务技术 丝毫不接受真理 这是哪类人 有狄基督性情 注重恩赐的人 对了 揭露的就是这类人 这类人就有狄基督的性情 严重了就是狄基督 他想利用这个机会 学到这些东西 然后在所有会这项业务 技术的人中间 成为佼佼者 成为学得最好最精的那个 别人什么事都得依靠他 他在这个人群中间 成为领导者的同时 让别人听他的 以此来代替实行真理 这就是问题所在 哪些人是这样的人 只追求学习装备 各种知识 学问经验 靠着素质 才干 恩赐 做每件事的人 早晚都会走这样的道路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保罗的道路 无论在哪方面 哪个领域里 你掌握的知识 经验 还有所得到的教训 比其他人多一些 都不足以说明 你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实际了 更不能说明 你得着真理了 那什么能足以证明这个呢 就是在学习这些业务技术的过程中 更明白 尽这类本分的原则了 也更明白 尽这类本分 神家的要求标准了 有些人 你越让他学习业务知识 他越抵触 他觉得 本分是没法尽了 还说 信神应该是脱离外邦世界 怎么还学外邦这些技术知识 他就不想学 这就是懒惰 他做事没有负责任的态度 没中心 这点是他都不想下功夫 学习业务技术的出发点 是为了尽好本分 很多你没涉及过的知识 常识 你都得去学 这是神对人的要求 托付 所以你学这些 不白学 都是为了尽好本分 有些人觉得 学了这些技术之后 在神家就能有立足之地了 这样想不就麻烦了吗 这观点就错了 有没有人能走这个道路啊 你给他的权力越大 给他的工作范围越大 给他的责任越大 他就越危险 这个危险是怎么产生的 当然是因为 人有败坏性情 有敌基督的性情 做事只求做法 只求走过程 不寻求原则 他不借着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明白神的心意 更多地明白掌握真理原则 他不寻求原则 也不省察检讨 自己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流露哪些败坏 产生哪些不对的观点 陷入哪些不对的情形 他只注重外表做法 只注重掌握装备 本分当中需要的各种知识 他认为 不管在哪行哪业 知识是领导一切的 有了知识 自己就强大了 在人群里就可以立足 无论在哪个人群里 凡是知识高 学位高的人 地位就高 比如在一个医院里 一般院长在各方面业务上 都是拔尖的 技术业务是最强的 他认为在神家也是这样 这个认识法对不对 不对 这就违背 神家是真理掌权 这句话了 他认为 神家是知识掌权 谁有知识经验 谁资格够老 谁有足够的资本 在神家就树立谁 大家就得听谁的 这个观点是不是错了 有些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就会这么想 也去这么做 他就这么追求 说不定 说不定哪天就碰壁了 为什么会碰壁呢 一个不喜爱真理 也不追求真理 对真理丝毫不搭理的人 能不能认识自己 不能 他在不认识自己的情况下 装备了很多知识 为神家付过一些代价 有点功劳 他就把这些变成什么了 变成资本了 这个资本在他那儿是什么 就是实行真理的计时 进入真理实际 明白真理的证据 就变成这个了 人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实际 在每一个人心中 这是好事 这是正面事物 当然在他那儿也不例外 可惜的是 他错把知识 当成真理了 这个错误在他那儿 还感觉良好 这就是危险的信号 哪类人会这么做 不通灵的人都会这么做 不知不觉 就走上错误的道路了 你想拉都拉不回来 你给他交通真理 点他的情形 揭露他 他都不明白 都对不上号 这就是严重的不通灵 他把这些知识 经验 教训 很自然地就当成真理了 一旦当成真理 最终有一种情况 就会出现 这是必然的 假如神说了一句话 他也说了一句话 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他那儿看谁说的对 他认为他的对 那他能顺服神吗 不能 他会怎么样 他会持守自己 把神说的否了 这是不是把自己 当成真理的化身了 就像佛教徒一样 终于修炼成功了 在否认神的同时 让人把他当神对待了 他成了真理的化身了 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 好比说 有些人对某一方面知识 或者业务特别地精通 对这方面我是外行 有些涉及业务的事 我就问问他 这一问 他还显摆起来了 这是什么人呢 你们说 我问他有错吗 那我为什么要问他呢 因为有些事 与工作业务有关系 我不懂就应该问 另外 我知道他有经验 他明白这事 我问他是最正当不过的 我这个存心做法对不对 这个应该没有错误吧 那他应该怎么对待这事 是正确的 他应该把明白的都说出来 然后应该怎么想呢 怎么想是对的 怎么想是不对的 正常的 有理性的人会怎么想 有敌基督性情的人 又会怎么想 有些人一听我不懂就说 啊 你不懂啊 这事你不知道啊 我们做的时候有多费劲 那事你是不知道 你不懂啊 说着说着就开始卖弄了 卖弄代表什么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看他平时挺文雅 挺敬虔的 为什么突然就卖弄上了呢 明白点知识 有点经验 就把自己当成真理了 对了 以前别人问他不当回事 我一问他觉得 你不是真理吗 不是应该什么都懂吗 怎么连这点事也不懂呢 你要是不懂的话 那我就比你高了 想炫耀一下子 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他不是觉得荣幸 他是有一种撒旦性情爆发了 一时间就感觉 在天地之间 原来自己这么伟大呀 这是不是错觉 这是不是二杆子 是 我看也是 只有二杆子才这么想 你不就是明白点业务吗 人不知道的事多了 应该有点自知之明 有的人对布料懂一点 一摸基本就知道是什么材料 如果夸他一句 看来你懂得不料啊 他就说 是啊 你们没学过 那就是不知道 我学过 我比你们内行 我也不是小瞧你 你还真得学学 这是不是挺恶心 还有的人做过几天饭就开始显露自己了 能做多少种饭会炒多少菜 还有的人在农村 还有的人在农村当过几天赤脚医生 弟兄姊妹有个头疼脑热的让他给按摩或是扎针拔罐 问他能不能治好 他说 那能随便治吗 你们都不懂 像我们搞医学的都知道 人的身体复杂着呢 神造人都有奥秘 扎针拔罐 得看情况 其实 他也是一知半解 什么病情也说不清楚 也治不了几样病 但顾及脸面 还要端着架子 装腔做事 充当内行 这几种人的表现就说明 败坏人类都有撒旦性情 都有狄基督的心情 还有些更严重的 那就是伪装到底 冒充到底 无论人夸不夸 在他内心深处 都有一个阴暗的想法 什么想法呢 我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与真实才干 比如 他就是个赤脚医生 但他总想让别人认为 他是名医 他永远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是一个赤脚医生 永远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到底能不能看病 他害怕人知道真相 他把自己包装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让所有跟他接触的人 都认为他从来不会做错事 从来没有缺点 凡是他所学的 他都会 凡是别人有需求的事 他都能做 别人问他会不会做饭 他说会 问他会不会做满汉全席 他心想 我也不会啊 但别人一追问 他就说会 人家让他做 他就找借口推辞 这不是骗人的吗 伪装的自己什么都会 什么都能 什么都可以 这是不是二杆子啊 不管是二杆子也好 还是有点素质 或者有点才干 恩赐也好 狄基督这类人 有一个共性是什么 就是想冒充 他什么都明白 他是真理 他虽然没有直接说 自己就是真理 但他就想冒充 自己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自己无所不能 言外之意 不就是真理的化身吗 他就认为 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了 自己说的什么都对 都是真理 有的人上面安排他 办一件特殊的事 他听完后心想 这事是上面嘱咐的 那我的权力就大了 我就有机会展示 我的才干权力了 我得让下面的人 知道我的厉害 他跟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 就命令他们 说 去把那事给我办了 人家问他怎么做 他就说 你做不做 不做我收拾你 这可是上面命令的 耽误了事你得罪得起吗 上面追究下来 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呢 弟兄姊妹说 我们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 寻求做这事的原则 而不是犀利糊涂地 把它当作一笔糊涂账 怎么对待都行 什么事都得按原则办呢 无论什么事 再着急再重要 也不管是谁托付的 守住原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这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得负责任 寻求原则 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来寻求询问清楚 这没有错 你务必得跟我们说清楚 她却说 这是有什么好说的 上面说的还有错吗 赶紧给我做 弟兄姊妹说 既然上面这么说了 我们肯定会赶紧做 但应该怎么做 你说清楚行不行 有没有具体规定 具体说法呀 她说 你们看着办 上面也没跟我说那么细 自己琢磨去 这是什么人呢 咱们先不说 她做这事的动机 源头是什么 先看她这个性情怎么样 她这样的做法好不好 她怎么会产生出 这样的做法呢 这样的做法正不正常 不正常 这是神经不正常 还是性情有问题 性情有问题 对了 性情有问题 有一个词叫 伺机而动 就是以前 她没有合适的机会 把她的权力发扬光大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她就借题发挥了 这是什么性情 你无论从上面 接受了什么本分 做事的原则不能变 上面交代给你一项工作任务 这只是对你的一种托付 这也是你该尽的本分 但你能不能说 你从上面接受了一个托付 你担起了这个工作之后 你就是权权大使与真理专家了 你是不是就有权力 可以指挥他人 为所欲为了 就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 按着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方式 随意做事了 上面直接托付你做一件事 跟你平时尽本分 正常地做事 这两者有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都是你的本分 既然都是你的本分 那做事的原则变没变 没变 所以说 无论你是从哪个渠道 接受过来的本分 本分的实质 性质 是一样的 我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就是尽什么本分 都要按原则办事 不是说 上面直接托付 给你一件事 你就可以 胡作非为 怎么做都有理 即使你有点本事 你就可以脱离 寻求真理原则 这条路吗 你还是一个败坏人类 你也没有变成神 你不是一个特殊的族群 你还是你 你永远是人 圣经中记载的 神亲自呼召的人不少 有摩西 挪亚 还有亚伯拉罕 约伯等等 跟神对过话的人 也很多 但是这些人中 没有一个人认为 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人物 特殊的族群 在这些人中 在这些人中间 有的人亲自看到 神在火焰中显现 有的人亲耳听到神的发声 有的人听到使者传达神的话 还有的人亲自接受了神的试炼 那这些人中 那这些人中间 有没有一个在神眼中看 是异于正常人 是异于正常人类的人 没有 神都不这么看 你要是这么领会的话 总把自己看成是特殊人物 这是什么性情 这就是敌基督的性情 这太可怕了 就算神把手按在你的头上 给你权柄 让你能行一些 带有权柄的异能 或者是做一些工作 你也永远是神 你不会变成真理的化身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永远没有资格 打着神的旗号去违背真理 按着你自己的性子去做事 那是天使掌的行为 神有时候用一些特殊的方式 特殊的渠道 托付一些人 做一些特殊的事情 特殊的工作 或者传达一些特殊的事件任务 就是神认为 这些人可以担当这项工作 他们能完成 神所托付的这项工作 值得神信赖 仅此而已 他们不会因为有了神亲自的托付 听到神亲口的发声 与神对过话而变得异于常人 不会从一个普通的受造之物 升格为异类或者高级的受造之物 永远不会 所以说 在人类中间 在神家中 无论一个人具备了怎样特殊的才干 身份 地位 经验 教训 等等这些东西 都不可能转变成真理的化身 如果有人这样肆意冒充 那这样的人无疑就是敌基督了 有些人偶尔流露这样的性情 但还能接受真理能悔改 这就是有敌基督性情 走敌基督道路的人 还有蒙拯救的希望 如果一贯的这样冒充真理的化身 还自以为正确死不悔改 这就是地道的敌基督了 反属于敌基督 都是丝毫不接受真理 即使被显明淘汰了 他们也不能认识自己 也没有真实懊悔 有的带领工人 只是有敌基督性情 他做事的原则 他选择的道路 跟敌基督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理性 不明白真理 也不清楚自己所做的 到底是什么性质 是什么后果 都是胡作非为 但不同的是 我说的这些话 有些人还能接受一些 我的话对他们 还有鞭策警戒的作用 那这些人 虽然有敌基督性情 但还能接受点真理 接受点修理对付 还有真实懊悔 能有一些悔改 这就跟敌基督不一样了 那这些人就属于 是有敌基督性情的人 有敌基督的本性实质 与有敌基督性情是共通的 就是基本是一样的 敌基督与有敌基督性情的人 共同点就是都有敌基督性情 但其中有的人 能接受真理 有真实懊悔 这样的人就不是敌基督了 就属于有敌基督性情的人 这就是敌基督 与有敌基督性情之人的区别之处 凡是丝毫不能接受真理的 没有真实懊悔的 都属于地道的敌基督 凡是能接受真理的 有真实懊悔的 就属于有敌基督性情的人 是可以挽救的 对这两种人的区别 都应该看清楚 不能盲目定性 你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 如果有些人说 我怎么感觉 我跟敌基督一样呢 好像没什么区别呀 这个感觉是准的 就是没有什么明显区别 你若能接受真理 有真实懊悔 那这一点就是唯一的区别了 也是人性上的一点区别 就是敌基督是恶人 有敌基督性情的人还不算恶人 是有败坏性情的人 就这么点区别 敌坏性情上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样的 都是共通的 神的话揭示的 敌坏人类的各种情形 都完全符合事实 丝毫不差 神选民读了神的话 都有同感 都有一样的认识 只是经历深浅程度不同 都能认识到自己是狂妄的 是没有理智的 都能认识到自己败坏性情太多 都能认识到人类被撒旦败坏太深 都能认识到神拯救人不义 说了这么多话还没有说完 都能认识到人的贫穷可怜 瞎眼无知 都能认识到 是撒旦把人类败坏太深了 人类败坏邪恶的根源 就是因为撒旦败坏人类 控制人类造成的 撒旦把人败坏之后 人里面就有撒旦的毒素了 就产生撒旦性情了 就失去正常人的理性 良心理智了 没有判别是非对错的能力 神要是不给人制定律法 人打人不知道对错 杀人不知道对错 头盗搞淫乱 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还以为有理就应该这么做 但从神颁布了律法 借命以后 人就知道做这些事是犯罪了 人的理性就正常一些了 当然 这个理性是最浅显的 等明白了真理之后 自然就会变身的 现在如果人在明白各项真理 能认识自己 找准自己的位置 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的素质 物性 领受真理的能力到底有多高 另外 败坏人类对待神的各种态度 到底哪些是正面的 哪些不是正面的 哪些是观念想象 哪些是合乎真理的 必须得用真理来衡量 必须得根据神的话 把这些事都弄清楚了 人的理性就更正常了 所以说 只有真理能让人有新的生命 但是你要是装备那些知识 注重那些做法 总卖弄自己 总显露自己 总炫耀自己那点 根本就不起眼地知识学问 也不追求真理 你能不能得着这个新的生命 得不到那是妄想 你不但得不到 还要失去蒙拯救的机会 这是太危险的事 你们每个人都听了很多真理的道 对各种人多少有点分辨了 虽然对恶人坏人都会分辨 但对假带领敌基督还不会分辨 现在神家把所有丝毫不接受真理 还能胡作非为 打岔搅扰神家工作的人 都逐渐清理出教会 这说明神的做工到这个地步了 神选民开始觉醒了 以前我接触有些人 总感觉到他们身上有一种气味 什么气味呢 就像各种野兽 凶猛动物的气味一样 没等人到跟前 他就把毛炸起来 然后嚎叫 人也有一些类似动物的行为 这些行为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从人的撒旦败坏性情里产生的 什么叫气味呢 就是你从他的眼睛里 看不到真诚 而是看到他的眼神很茫然 飘忽不定 他觉得测不透你 他看你的眼神就很飘忽不定 你从他言语中也听不到坦诚的态度 因为他内心深处没有坦诚 没有坦诚指什么说的 就是不管接触任何人 他内心深处都有一道防线 这道防线 你从他的眼神 还有说话的口吻方式 都能看得到 就是一种这样的气味 带给人的感觉 就是他听了这么多道之后 没有明白真理 没走上蒙拯救的道路 无论你跟他怎么交通真理 怎么揭露人的败坏性情 无论怎么真诚地对待他 去供应 勿养他 去帮助他 从他那儿都换不来一个真诚的态度 那他里面有什么 防备怀疑这是最常见的 还有就是人的一种自慰 还有一种是总想让人高看 所以他的说话 眼神表情所流露出来的 就很不自然 就是你从他的眼神 表情当中看到的东西 跟他内心深处想的 是有差距的 人无论是胆怯也好 或者是小心谨慎也好 或者里面有什么难处也好 总之 如果看不到那份坦诚 你说这是不是问题 这就是问题 那这个怎么看出来的 从人的表现 说话的方式看出来的 他不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他是选择一些 自己认为合适的说法 是早已琢磨好的东西 来跟你交通 这就是外邦人的一种防身术 就是每临到事 先像刺猬一样 把刺炸起来 先把自己保护好 自己的实际情况 自己的本领 能耐 自己做过的错事 还有自己的茫然 甚至自己的欺骗虚伪 都统统包裹在这些刺里面 不让外界看到 就包括我 他也不让看到 他是极力地掩护 包装自己 还有自卫 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撒旦把人败坏后 人就有了这些东西 起初神造好亚当夏娃之后 神就带领他们 在伊甸园生活 告诉他们 什么树上的果子可以吃 什么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他们赤身露铁 面对神不感觉羞耻 他们是怎么想的 神造他们就是这样的 神给他们什么 他们就有什么 没必要躲避神 他们就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说 他们无论在神面前 是什么样 都是坦然的 在他们的眼神当中 能看见真诚 他们内心深处对神 没有戒备 也没有那堵防护墙 就是他们在神面前 用不着保护自己 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之道 神对他们来说 没有威胁 是绝对安全的 神只会保护他们 爱护他们 疼爱他们 神绝对不会伤害他们 这是他们内心深处 最基本 最扎实的想法 但是这个情况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 从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吃了善恶树的果子 其实这是一个象征 就是从撒旦引诱夏娃开始 他们就被撒旦 一点点地引诱犯罪 做错事 走错路 然后撒旦的毒素 就进到他们里面了 紧接着 神还没来的时候 他们就常常躲避神 不想让神找到他们 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 他们觉得跟神有距离了 这个距离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他里面有不一样的东西了 撒旦给了他一种思想观点 给了他一种生命 让他怀疑神 防备神 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 自己赤身露体 神看到会不会笑话呀 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从撒旦来的 撒旦没有引诱他的时候 他怎么不这么想呢 那时候 他里面是神给的最原始的生命 他不怕神笑话 也没有这些想法 但是经撒旦引诱之后 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发生变化了 首先他就想到 我什么都没穿 神看到会不会笑话我 我这是不是不知羞耻啊 一连串的问题 在他脑海里就产生了 产生这些想法后 他不由自主地就会躲避神 他肯定想 神哪天来呀 万一神来了 我该怎么办 我得赶紧躲呀 时时就得躲藏 这是不是败坏性情 这个败坏性情产生的根源 就是撒旦的引诱 当他防备神 躲避神的时候 他心里对神还能有信任吗 还能有依靠吗 那就剩下什么了 剩下防备 疑惑 还有远离 恐惧 质疑 这些都来了 甚至他还想 神会不会伤害我们呢 我们赤身露铁 没有防身的东西 神能不能打我们 能不能杀我们呢 他就不想想 他的命都是神给的 神能随便杀他吗 他心里模糊了 已经混乱了 人类被撒旦败坏到现在 人对神的态度 从眼神中就能看出来 一直都没变 那份真诚没有了 对神真实的相信信任 依靠没有了 这个根源在哪儿 撒旦的败坏 对了 就是撒旦的败坏 撒旦把人坑苦了 人觉得 没经撒旦败坏 那时候挺好 其实要是跟人 蒙拯救之后 明白真理 认识神相比 那时候的情形 还是不如 蒙拯救以后的情形好 要是可以选择的话 你们选择哪个 其实选哪个都不合适 人也没法选择 这就是神的命定 人类就是这个命 没经撒旦败坏的时候 即便人里面对神 有信任 有依靠 但是出造的人类 不明白真理 对于神是谁都不知道 现在的人 起码有个概念 知道人是从神来的 人是树造之物 神是造物的主 神掌管一切 那时候的人不懂这些 就是很简单 不怕神看 不怕神笑话 有什么事都找神 就有这么一点简单的信念 他知道神是谁吗 不知道 所以神做的这一切工作 对人类来说 还是有深远的价值 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都是好的 说说人背逆神的历史 你们是不是觉得挺伤感呢 人与神之间 曾经亲密的关系 变得如此生疏 神真心保护人 疼爱人 但人却怀疑神 躲避远离神 甚至视神为仇敌 说起来 的确是挺令人伤心的 恨只恨撒旦 是撒旦把人败坏太苦了 虽然撒旦把人类败坏成这样 神也有办法拯救人 无论撒旦怎么搅扰 也影响不了 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这就是神的全能 神的权柄 狄基督掌握点经验 知识教训 就冒充是真理的化身 这一小题交通得差不多了 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信息 明白了哪些真理 不能注重知识文化 这是一方面 还有什么 人永远不是真理 不能冒充神 本身冒充真理 就不是什么正面事物 真理不是冒充来的 那是神的实质 神供应给你 你得着点真理就不错了 人还想变成真理的化身 那是不可能的 这种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另外 人信神要想蒙拯救 就得学会踏踏实实地做人 别追求什么完美 完美这个词可以存在 但这是在塑造的人类中间 永远不成立 在神才是完美的 充满了败坏的人类 哪有完美的 神所造的一切都尽善尽美 这叫完美 海里的鱼儿 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飞禽走兽 这些都完美 你看哪一样不好啊 还有所有生物形成的生物链 多完美呀 败坏的人类只能搞破坏 破坏的让它不完美 让它有缺陷 有缺憾 太自私卑鄙了 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树叶有各式各样的形状 大小动物有各式各样的体型 各有各的功能 神为人类想得太周到了 只不过人类被撒旦败坏了 不会去管理万物 把它糟蹋了 枉费了神的苦心 人类没有珍惜这一切 反而极力地破坏 极度地挥霍 破坏一切的资源 结果怎么样 最终是什么下场 自食其果 环境破坏了 食物链也破坏了 空气也污染了 水也污染了 也没有天然的食物了 想喝口干净的水都没有 所以 完美这个词在被撒旦败坏的人类中间 是不存在的 任何一个人打着追求真理的旗号 说自己是完美的 说自己追求完美 这个说法都是不成立的 这是欺骗人 迷惑人的谎言 就这样的败坏人类还想冒充真理的化身呢 干了这么多坏事还想冒充真理的化身 这是不是撒旦的本性不改呀 丝毫没有真理 还想冒充真理的化身 撒旦的种类是多么厚颜无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